第一時間《官時事解局勢》 大家好 今天要說的第一個話題 是中共總理李克強上週訪問深圳時 向鄧小平和蔣獻花表態 還提黃河長江不倒流 慘中外媒諷刺 無獨有偶 在鄧小平118歲冥旦的日子 中國網友相繼免懷他改革開放 並評擊現在當家的習近平 習近平當局清零政策 和房地產危機重創中國經濟 導致年輕人失業率創紀錄 李克強16日和17日在深圳考察 期間主持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省主要負責人的座談會 敦促運經濟、運就業 在訪問中國最繁忙港口之一鹽田港時 李克強說 中國開放還要繼續往前推進 黃河長江不會倒流 鹽田港的水亦會滔滔不絕 而且不僅要保持你們的優勢 還要擴大你們的優勢 不過 英國《衛報》報道對此吐槽說 鹽田港去年的交通遠非滔滔不絕 而是中共的清零政策關閉了港口 延誤了聖誕節產品的交貨 今年春天 類似的限制又迫使該港 出現擁倒現象 報道還引述中國著名市場分析師 洪浩分析 他指出中國經濟的三大半腳石 也是令中共頭痛的三大問題 新冠病毒 房地產危機 及主要西方國家的糟糕關係 洪浩在對中國經濟前景發表 漢遂言論後 其社交媒體帳戶遭到審查 報道強調 這些半腳石幾乎肯定會導致中共無法實現 李克強在3月制定的5.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 中共不改革增長模式 經濟就很快會失去動力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情況是 7月份中國16至24歲的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19.9% 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前南軍 表示中國的增長正在放緩 並趁於停滯不前 不創造就業機會 就無法減少失業 但公司不賺錢就沒有新的就業機會 他指出現今中國已經陷入惡性循環 經濟放緩速度越快 問題就越大 消費者對經濟的信任度越低 就越不願意為未員工的住房付錢 經濟放緩越慢 消費者信任就越少 上個月 中國各地爆發爛尾留業主停泰潮 至少蔓延到91個城市 《惠報》7月的報導就指出 不少經濟學家 和中國觀察人士都認為 中共的借貸和建造經濟模式已經崩潰 建設更多基礎設施只會通向毀滅 現在房地產的危機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仍在不斷擴大 除了清零政策以外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也正降低外企是中國投資的信心 上個月 英國工聯合會總幹事 托尼丹克爾表示 英國公司已經在重新考慮他們的業務 以應對英國與中國脫鉤的可能 其實還不止李克強遭到諷刺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22日是鄧小平118歲名單 中國網友在社群媒體鐵文廟懷 他主力改革開放 並讚揚他不教聖社聖資的爭論 也不教個人崇拜 直擊暗放習近平是反其道而行 網友時代牛人發問說 鄧接地氣 知道普通百姓所思所想 知道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鄧亦不希望人民崇拜他 網友先知書店說 1980年鄧接受意大利記者訪問 凡視中共政治體制弊端 官僚主義 權力過分集中 加掌制等 報導當時引述鄧清清 誰不改革誰下台 凡是與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 都富起來等 中國網友的發帖 顯然將矛頭指向習近平 拼氣韜光養晦 向美國與西方大搞戰狼外交 並推動獨裁和個人崇拜 抨擊習近平背離鄧路線 又獨尊無思想 簡直就是在這裡開倒車 專家們怎麼看 旅美經濟學者程曉龍說 網友鐵文顯示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的絕望 對中國的前景沒有信心 但又不得將希望寄託在政府 所以開始懷念改革開放 以為有改革開放 中國經濟就可以起死回生 但他直言 當前談改革開放已經時過境遷 因中國經濟邁上邪路 從中央到地方 離開房地產就活不下去 這個時候空談改革開放已經無濟於事 好比抽鴉片抽到一定份上 再講找醫生醫病 遲了 再沒用了 他強調 固然堅持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的不勢之功 但不要忘記 鎮壓六四民運並下令開槍的也是鄧小平 一旦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就要跨台 所以當前習近平開倒車 就是保證權統治 不能讓經濟改革走向中共擔憂的失控局面 硬是扭曲市場經濟迎合當道制度 一切並非習近平個人選擇 而是黨內集體的共反結構 朝此方向前進 還何強調 所以中共現在走在絕路 為何讓習一意故行 直言無人能夠收拾殘局 也無人能夠改變當前態勢 好 剛才說的是第一個話題 接下來要說的是 習近平和李克強和日志電慰問 已確診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強調9月是中日邦交50週年紀念日 試圖測試美日在台灣問題上是否同心 根據《日經亞洲評論》22日報導 習近平和李克強和日志電岸田表示慰問 相對之下 在美國總統拜登7月確診感染病毒後 習亦有致電慰問 但你沒有單獨發出慰問電 報導認為 首先 日本在中國國內是一個微妙話題 如果政府被認為和日本走得太近 可能面臨來自英派政治家和大眾的反擊 其次中共也擔憂 如果習向日本傾斜 卻見到日本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就台灣問題上做出對立的舉動 習可能遭受政治打擊 同樣 在日本國內也有人擔心 在安培晉三去世後 岸田可能放鬆對華政策 因為安培力主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立場 最後 習慶望穩定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 所以希望確定日本在台灣問題上 和美國保持多大的一致性 是那目前中日關係如何 評論員 黃克在Epic Times上表示 岸田表示構築建設性的穩定的日中關係 卻表示建構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 上方持有交集 其實不然 實則為戰略對立 例如 日本認為中共在台灣周邊軍事活動 以及包含在沖繩縣 尖角豬島座內的東海和南海的行動 都是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嘗試 與建設性和穩定背道而馳 在安全保障上非常令人擔憂 中日之間針鋒相對 由於中共武統台灣部署的加快 雙方在戰略上開始走往劍拔魯章 另據中央社23號報導 中華盟國總統蔡英文接見 入華爾維肯談會訪台團 擔任會長的日本眾議員古屋歸斯 古屋歸斯特別用台語表示 台灣有代字、日本有代字 也就是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更是日美同盟有事 那是安倍晉三真正想要表達的 從古屋歸斯的話就可以發現 中日關係回不去了 因為中共不可能放棄侵略台灣 還有一項信息都可以發現端危 最近日本《獨賣新聞》《獨家》報導 日本政府打算將部署在陸上自衛隊的 12式地對艦有導彈的射程 從目前100多公里 延伸為可及於北韓 中共沿岸地帶的1000公里程度 且考慮擁有1000枚 而部署地以日本西南群島 至九州一帶為主 此外 這些導彈亦將改良 為可以從艦艇或戰機發射 我做個總結 我在節目中講到中國網友緬懷鄧小平 打仗習近平的消息 以及專家們不看好中國經濟前景的分析 另外 我還提及習李同日致電慰問昂田文雄 似乎是降低姿態 目的是為了不讓日本插手台灣問題 但是很顯然回不去了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肯請各位訂閱、分享和點讚 你的支持就是我做好節目的最大動力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發表高見 第一時間 視頻在先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